两只公牛正在玩命搏杀 实际上打了个嘚 草原已长到了头顶上 毫无所觉 在他们还在为美女浴血奋战之时 后方的家已经被偷了 市面上的牦牛肉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买家却只买对一半 这就是供牦牛不争气所致 作为青藏高原的活招牌 牦牛的世界有点乱 这只母牦牛今天异常烦躁 现在急需一名雄性填补内心的空虚 养殖场从来不兴自由恋爱 慕名看到他春兴一起 立马放出大招 一头黄牛熊啾啾气昂昂地走进了牦牛群 没错这是一只黄牛 此刻他如同猪八戒进了女儿国 口水流了一地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群 野心与魅力并存的加厉 由于精力有限 牧民一般只会给他配10到15位后宫 为了提高效率 某些养殖场还会为母牛提供婚房 一头一头排队接受雨录 一年365天 母牛排卵期只有短短24小时 食不带牛 一旦母牛发情 就需要立马拖进婚房 完成接种任务 牧民把母牛拴在铁架上 绑住前腿 防止他做出无谓的反抗 准备救血 就把公黄牛拖进来 让他霸王硬上弓 发情期每只母牛需要接种两次 那就基本稳了 每只完成接种的母牛 牧民会往他们身上抹上牛粪 这种独特的气味 可以防止公牛 再打他们的主意 牦牛的品种很多 有肉用型牦牛 也有乳肉兼用型牦牛 在产地 普通牛肉和牦牛肉价格相当 牦牛长得慢 养起来不划算 但牦牛奶却相当值钱 这些和黄牛结合的母牦牛 丝毫不影响他受孕产奶 生下来的牛肚 却能继承黄牛的基因 出生时块头大不说 长肉速度跟他老爸小时候差不多 以牦牛为母本 黄牛为副本产生的牛 叫做偏牛 有些商家把它当成牦牛肉来卖 事实上人家是个混血儿 偏牛长得不像爹 也不像娘 反而有点像牛魔王 又有点像他们南方大表兄 牦牛黄牛同是牛科牛鼠的亲兄弟 配对问题不大 不同的是为了让牦牛适应高原生活 造物主给他多配了一堆肋骨 让他有更大的胸腔 适应高原的低养环境 而想让他们跟水牛配对 那是根本不可能 水牛属于牛科水牛鼠的同仁 如同猫不能跟虎配对一样 两者存在生殖隔离 因此南方大表兄表示 我不背这个锅 作为牛群的演员 公牛所受的委屈远不止这些 在离牦牛群几十公里的无人区 一黑一白两头野牦牛 也在为美牛打架 作为战败方 黑牛秉承武德 不做纠缠默默离开 又黑又壮的母野牛 终究不属于他 此时他看似沮丧 心里却有另外一个盘算 无鱼下意可 换个赛道 也许就能轻松得到自己想要的 想到这里 他撒开腿就往山下跑 路边的藏狐一脸八卦 山下的两脚兽可不好惹 他们倒要看看 这祸如何作死 黑毛牛走过台原 翻下峭壁 经过几个小时跋涉 在人类的地盘停了下来 由于早已穿上一级 保护动物的马挂 他身之两脚兽 不敢拿它怎么样 顶多拿几块石头 帮他挠下痒痒 确认了目标后 他就大摇大摆地 冲进了毛牛群 牛群的公牛 平时在家里牛气惯了 但面对体重 比自己大一倍的家伙 完全不敢吭声 在绝对力量面前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后宫 被入侵的强敌霸占 在野毛牛还没离开牛群之前 他们永远无法拿回老大的地位 幸亏这货只会在每年六到八月的繁殖期来 一直不走富刚还真正不起来 毛牛是青藏高原的神兽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慕名对造访牛群的野毛牛 并不欢迎 这些家伙会得了便宜还卖乖 抢了公牛老婆不说 回归野外食 经常还会拐走几只 这可是要了牧民的命 但一场冷潮 改变了牧民对他们的态度 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连高原神兽也顶不住 大批大批冻死 而继承了野毛牛基因的毛牛 却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 几千年的放牧 由于近亲繁殖等问题 毛牛的基因不断退化 除了体型越来越小外 对气候的适应性也越来越差 如今很多牧民打开大门等着他们上门 这只野毛牛已经17岁 也为这个牛群服务了十几年了 折断了牛角 让他没有了往年的霸气 尽管如此 来自血脉的压制 依然让土生的公毛牛不敢乱动 野生毛牛的寿命一般只有20岁 此时年老体衰的他 依然拥有牛群的绝对话语权 鉴于他十几年的辛苦付出 牧场的主人打算给他养老 此时寒冬将至 他将会跟着牛群 前往比较温暖的冬季牧场越冬 以野毛牛为副本 加毛牛为母本的牧牛 也叫大通牧牛 同样是牧牛 它们可比普通的小牧牛值钱 前提是牧民要把门守好 一来别让野毛牛把母牛拐跑 二来野毛牛的血统 也会给小牛带来野性 可能会追寻父亲的脚步 自己离群跑掉 牧民损失牧牛就算了 野毛牛带走的加牧牛 会影响野毛牛群的基因 常年累月 可能会导致野生牧牛灭绝的悲剧 家养的牧牛 很多已经在长期放牧过程中 不再适合野外生存 失去的东西 深深刻在了基因里 这如同一种遗传病 一代又一代的影响野生牧牛群 蓝天白云 牧牛成群 牧民侧马扬边 把牛群往百里外的冬季牧场赶去 青藏高原九月就开始进入冬季 每年暖季只有三个月 牧民会让牛群 在偏冷的夏季牧场度过暖季 在离定居点较近的冬季牧场 度过漫长的寒冬 为了让自家的牧牛顺利跃冬 牧民还在冬天来临之际 打上草架子收集牧草 以备不时之需 全放养的牧牛 一般都以草料为食 某些算盘打得金的牧民 还会给它们提供一点金饲料 这是养标的关键 跟人一样 碳水化合物也能让牛快速长胖 除此之外 矿物质盐也非常关键 缺少矿物元素 草食动物就没有运动力 只要拿出这个东西 牧牛就会像狗一样飞奔过来 游牧是传统的放牧方式 如今却不是最流行的养殖模式 每年4月 是牧牛产崽的高峰期 经过8个多月的发育 小牛独闷相继咕咕坠地 在牧区 每头牛都是牧民的宝贝 不到迫不得已 它们都不会用牛换钱 卖奶它们倒是愿意 小牛5天左右就能吃少量的牧草 为了小牛的健康 此刻牧民并不会跟它们争夺口粮 直到它们能大量食用牧草 每年7到9月是牧区的收获季节 高原的气温持续升高 牧牛能适应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 却扛不住25摄氏以上的高温 天气一热身体就容易出毛病 为了牧牛的身心健康 顺便薅点牛毛 牧民会不起劳苦的 帮它们脱掉雷坠减去裙摆 在这里帐篷之瓶少不了牛毛 多余的美金能卖七八十块 此外减去下垂的长毛 也方便牧民挤奶 现在也是牧场的挤奶漆 五颜六色的小牛犊 在牧场上蹦荡 明眼人都知道 它们生活得很好 公毛牛似乎对这些养子并不介意 泥玉的泥玉 吃草的吃草 它们真的对头上长草着实 毫不介意吗 并不是 因为它们根本就不知道 牛是先天性色盲 它们只能看到黑和白 就算小牛的体色像乱花筒 它们看到的也是那两种颜色 靠颜色 它们根本分不清自己的后代 而个头大 也有可能是吃得好 因此它们并不会因为是不是轻生 而对小偏牛产生敌意 别看这些小牛现在蹦得很开心 事实上是个悲剧 杂交血统会污染种群的基因 小牛一岁就得往刀口走一遭 为了防止小牛碍事 牧民把小牛并列拴在绳子上后 把母牛也排队拴上 这样挤奶的时候 就不用一只一只找母牛 现在小牛已经三个月 已经能够进食大量草料 牦牛的奶量很少 要想它们多产奶 每到晚上 牧民就得让它们母子分离 一来防止小牛消耗牦牛奶 二来让母牛好好休息 多攒乳汁 每天清晨 挤奶的工作就开始 牧民把小牛可怜兮兮的眼神忽略 用喷上酒精的毛巾 给牛消毒后 双手开始挤压动作 状态好的牦牛一天可以产三斤奶 按出厂价来算 三个月的产奶期 每天能赚二十多 然而不是所有奶 收购商都要 等到所有母牛挤完奶后 牧民用纱布把牛奶过滤一遍 去除里面的泥土 和不小心带进去的米田供 紧接着装进奶桶 用摩托车送到奶站 排队等候登记 在此期间 工作人员会对美桶牛奶进行检测 合格了就称重登记 不合格就劝退 这个牧民的牛奶就因为酸度不合格 被拒收 阳光曝晒 气温过高 挤奶过程卫生不达标 都会导致牛奶无人 买卖不成的牧民只能打到回府 这些辛辛苦苦大半天的收获 难道要倒掉吗 并不会 牛奶发酸并不影响把它们做成 藏区同胞日常少不了的美味 酥油 这些黄澄澄的高体 和茶叶一起煮 就是大名鼎鼎的酥油茶 用于饱腹止渴 交友代客 拿回家中的牛奶 牧民把它们放进特制的容器中后 加热搅拌 让牛奶里面的脂肪吸出 这些明黄色的颗粒 就是酥油 把它们挤压成团后 也能拿去交易 不说加工成本 成品卖出 不到卖牛奶收获的三分之一 这又是一天白蛋了 牛奶卖不掉 生活得卖牛 暖记是牧牛的交易忘记 大大小小的中间商 每隔一段时间 就来拉走牧民出手的牛 为了方便挑选 牧民把牛群赶到一起 扔出一个绳圈 套住选上的牛 紧接着加上另一条保险绳后 用力把牛往前拉 制服一头牧牛 至少需要四五个大汉 两条绳索的作用下 牧民才能和牧牛始终保持距离 一旦牛向一方发起攻击 另一头就要用力拽毁 表面上牧民是主人 对于放养的牛来说并不熟 一言不合就要开蛋 你要卖我 就要问过我头上的两根铁叉肯不肯 牧牛平时看似温顺 事实上情绪并不稳定 高原风急路含氧气少 本来就难受 牛脾气一上来 谁也拉不住 只能等他们冷静下来 才能继续谈判 现在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为了团队的存活 你得做出一点牺牲 你有话要说吗 嗯 不说话 就当你答应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牧民才把牧牛稳住 用尺子凉过胸尾体长 确认体重达标后 才把牧牛赶上卡车送走 散养的牧牛需要养殖四年以上 才能符合出栏标准 牧民通过测量数据 获得牧牛的大概体重 不合格地放回牛群继续放母 重新进行挑选 上了卡车的牧牛 一般都不会立马送到屠宰场 卡车来到一个像厂房一样的 大棚前面停下 与其说这里像厂房 不如说像城堡 要扛住牧牛的暴脾气 这里的没堵墙 都得三四十厘米厚 为了防止它们互相伤害 某些大棚还会给牛牛设立单间 让它们独立生活 从辽阔的大草原 被赶进不到三平米的小小阁 它们很不适应 牛角撞击铁蓝的叮当声 是它们唯一能做出的抗议 这个地区刚收上来的牧牛 很多都到了这里 它们将在这个棚内 过上一个没有冷风 吃喝不愁 却没有自由的冬天 工人每天除了给它们投喂牧草外 还会给它们增加玉米豆粕等能量饲料 在不要命的投喂下 它们会像速成鸡一样 只需几个月时间 就能长出野外两年都长不出的肉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养 每只牧牛都壮硕不少 一旦它们达到商品牛的体重 那就意味着时辰到了 商品牧牛经过屠宰分割后 一部分送到当地市场 一部分排算后进行分割 紧接着运输到各地 如今市场上的牧牛肉越来越多 并非全是传统放牧形式出来的 有的半放牧半圈养 有的可能一辈子 也没见过几次草原 养殖方式不同 同样是牧牛肉 风味也不一样 而跟黄牛肉相比 牧牛由于长期生活在缺氧地区 它们的肉色比较深 脂肪含量很少 也就是低脂高蛋白 并拥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